而再来看到洁安乡公所所召开的113年 全乡18村村领长继承座谈会 除了是宣达各客室所管的业务之外 更是进行双向沟通和横向联系 而乡长邮淑珍也特别表示 透过了会议可以让领长清除县政府公所 以及中央部会所推展的各项政策 而更重要的就是邀请村领长 作为重要桥梁来传达给乡亲 落实建构适性宜居的施政目标 洁安乡公所召开113年全乡18村村领长基层座谈会 乡长邮淑珍表示 乡公所不是单打独斗的单位 透过和村领长的协力 大家持续吸收专业智能交流意见 提升服务效能要建造理想的乡城 精彩洁安的建设施政 获得了非常好的好评 都是来自于567位邻长 18位村长 让我们在基层共够美好 让我们可以让乡亲的反应跟建设到位 所以今天是我们113年 村邻长的会议基层的座谈 我们希望请听到邻长在服务的基层建议 也希望让邻早可以知道 县政府跟乡公所以及中央政策在推展上的一个非常详细的内容 在这里我们希望能够让专业的智能跟专业的知识 还有双方的互相的沟通 以及吸取邻长们过去所有的社区乡亲 邻里的反应很到位的 来到吉安乡公所以外 我们也把中央县跟地方服务的周边的所有的单位 一起邀请来 针对个别化的业务 来做一个非常详细的铺诊 会议首先由乡长游鼠征班发扁额赠送给五位卸任领长 接下来包括卫生护证 警察和乡公所各科事也依序来宣达业务内容 村领长们也提出了许多建言 大家交流讨论 邮淑珍感谢村领长们勤跑基层 发现详情需求 也详实传达政府的政策宣导 更担任起民众和政府间的桥梁 共同来建构乐活的吉安乡城 建律会吉安乡报导